Hello 老师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Lucy 2020年的最后一期视频献给粉丝答谢会 因为我的subscribers订阅者终于上一千了 我真的好开心 好激动 我从7月份开始做YouTuber的时候觉得 天哪 这一千个人至少又用上一年的时间吧 对于我这样一个很小众的教师博主来说 但是我经常在更新 然后也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来为老师奉献优质的内容 不到五个月就已经上了一千 我很激动 也很满意现在的成绩 希望以后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这一期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做YouTuber的心路历程 我遇到过的困难 以及支撑我做YouTuber的十个理由 在视频的最后我会做一个抽奖的活动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们就一起看下去吧 这应该是我第一期没有脚本 没有打草稿的视频 想跟老师们聊聊天 说到哪是哪 其实我从2018年开始就很想做YouTuber 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班五年级的女生 当然是美国小朋友 她们就非常激励我说 Miss Lucy我觉得你穿衣服很好看 你化妆很好看 你应该去做那个YouTuber 我当时就笑了 我想说原来我在上课的时候 你们在看我的穿搭我的化妆对吗 但是她们一直很坚持 后来我想说应该可以圆她们一个梦想 然后我就建立了频道 一开始叫Lucy loves life 取了三个L 后来你也知道吗 拍摄效果肯定不会很好 但是我就很enjoy那个拍片还有剪片的过程 然后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 我发现了一个美国博主 她叫One Step Teacher Miss May 她也是基督徒 也是一年级的老师 她的视频开始 永远是一段经文开始 然后一段经文结束 我觉得非常的amazing 她的视频给你的感觉 并不是我给你带来多少干货那种 但是更多的是跟你讲述 她的教育观 我就很接受她的这个理念 然后我在努力的调整我自己的状态 希望可以跟她一样 然后六月份的时候 我Tuber了一个七年级的女生 然后就是跟她一起做了那一期 什么小中国通的中文挑战 特别有意思 是我们两个想出来的 然后给了她的爸爸妈妈看 她说你应该可以放到晚上去 inspire更多的人 然后我就放上去了 哇真的反响很好 结合这两点我说 我也应该去尝试一下 说不定我就做成了呢 后来我就更新了更多的视频 关于远程教学 我的lifestyle 混合模式 然后教学软件的tutorial 我很享受一个小小的点子在脑袋里 然后把它变成现实 跟大家来分享 同时还能从你们那里得到反馈和激励 这个 接下来分享一下我做YouTuber的十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 真的是因为有你们 honest 如果不是你们一直在鼓励我 不停地给我留言点赞 告诉我你的频道真的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我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决心说我要把我的channel做下去 每次看到你们不论是对我的提问还是想要什么resource 我都很开心觉得我帮助到了别人 与此同时我的audience也从美国扩展到了东南亚 我一开始的时候看那个audience那个数据我就想说 为什么我有一大堆新加坡的观众 我新加坡跟美国那个时候对半分 后来我想对是因为我出了新加坡数学 就照那些YouTube的迷之算法就把我的频道推荐给了新加坡的观众 然后呢我在Facebook的group里面也有分享很多的 在柬埔寨做中文老师的 在英国做中文老师的 然后就逐渐地把这个就是community建立起来了 我只是一个很小的博主 甚至我教学经历远远不及镜头前的你们 但是你们竟然愿意来听我讲话 这一点上真的非常受鼓 第二点呢是我的一个小目标或者是心愿吧 就是我真的很想做全网最好的中文教师博主 我看了很多的教师的YouTuber的视频 或者是公众号的文章 写得真的非常好 很优秀 我从上学的时候就在看 我工作了还在看 所以真的是respect 觉得这样的频道应该越多越好 但同时呢我也注意到了一些问题和可以改进的地方 很多的内容都停留在数的层面 比如跟你分享一个很好的教学软件 一个很优秀的lesson plan 这个当然非常重要 我们老师的专业技能杠杠的 但是我觉得缺少了一点道的层面 就是我们说的传道授业解惑也 第一个肯定是传道 就是真正你对孩子的相处模式 你的教育理念 你的teaching philosophy 很少有博主会去提及道 而这个是我很看重的部分 我觉得数是你可以提升的 你第一年不行可能第二年就好了 然后你第三年第四年一定比你第一年要好 这些是可以去通过你日常的积累提升的 但是往往到的层面是需要你听很多 学很多 接受很多不同的理念 这个diverse你才能够形成的一种教学观 我认为diversity真的benefits everyone 尤其我去回顾我的大学的课程 我真的觉得数的层面一部分 但更多层面是对你整个教师的职业的塑造 这个对我的影响非常大 你对孩子的认知 对教育心理学的了解 对每一个年龄层 不论你将来被分到几年级 都能够有的那种passion 是我在大学时候被训练出来的 所以我希望通过我的频道 传导出来树和道层面的知识 帮助到各位老师们的成长 第三点是我相信教师也是可以出网红的 那中文的这个网红总是会给人一种起义 或者是一点带偏见的概念 但是英文当中呢 他就叫influencer 他来自于influence 也就是在一个特定的领域 你是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的 如果你是美妆时尚博主 那你在这个领域很有领导力 如果你是来自于四大公关 或者marketing的那些小姐姐 我非常喜欢这些博主 每次都给我很多的正能量 然后觉得他们很萨 温柔而坚定 那我相信他们在这些领域呢 又是很有影响力的 但是提到教师博主 你就不会有什么高大上的 非常高级的想象 你会觉得哦 他们就是给你分享知识啊 怎么教小孩子啊 一加一等于二啊 不会有人来看啊 但是不是的 我们从大学的教育 是在教育我们 如何去教小朋友来学习 而学习这个东西是习得来的 我们不是天生生下来就会学习的 我也觉得我具备一小些 做网猴的潜质 比如我真的很热爱教学 我有很多的内容可以分享 口才还不错 我可以把我的想法表达得清楚 还有就是 我觉得我长得还不错 收 第四点呢 是我发现对于教师这个职业 有很多的sterotypes 就是刻板印象 其实这都来源于我们对一个种族 或者一个职业的不了解 而我期待通过我的频道 可以能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教师的工作性质 工作内容 以及他的工作强度难度等等 很多人会觉得老师在学校 就是简单的教孩子知识 你一加一等于二 就是这个英语单词 学会这个生字 这只占我们教学很小的一部分 而更多的是 我们如何帮他们建立社会情绪 social emotional 让他们在学校交朋友 然后通过丰富多样的活动 激发他们的大脑发展 让他们学会更多的道理和知识 另外一方面 大人会觉得教一加一等于二很简单 可是我们老师 你也知道我们通过大学的教育 考到了资格证 我们在学习很多的petagogy 教学法 来让孩子明白这些很抽象的知识 各个学科 所以我们很不容易的 come on 不是所有人 每个人都可以做老师的 他门槛很高的 好吗 非常赞同我的mentor 告诉我的一句话 他说你现在觉得 teaching is a science 它是一个learning science 慢慢的你会发现 teaching is an art 它是一门艺术 第五点呢 是我想做一个 中国和西方教育的融合 我现在喜欢我现在工作的学校 就是因为 它符合我对教育的一个期待 真的是有很多中国优秀的教育理念 是可以在美国的孩子身上运用 并且你会发现 他们之间那些融合的巧妙的点的 很多的观众留言说 觉得我的课堂非常的有趣 非常的happy 的确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课堂就是应该快乐的 如果你不开心 老师总是批评我 觉得我这里做的不好 那里做的不好 你没有办法学习 你的大脑会停止运转 所以我期待孩子在一个 很放松的 非常welcome inclusive的环境当中去学习 我也发现了 中文的教学非常容易教死 就这个知识是活的 但是人把它教死了 每天就是字词句写本子 it doesn't mean anything 就像我们小时候学英文 有多少人说我 高中毕业 我学了十几年英文 我可以讲出一口流利的英语 不是的 虽然听说读写 各个方面的能力都很重要 但是语言归根结底 它是用来交流的 不论你是用嘴交流 还是用写字的方式交流 由于我出国比较早 所以我是在美国 接受的本科的教育 突然就是让我大开眼界 哦原来知识可以这样教 原来对待孩子 要有这样的心态 那渐渐的呢 我也去发掘一些美国老师的想法 我会去看美国人怎么教英文 然后把他们的pedagogy 教学法活动 然后modify成中文 试用的 这样就可以拿到我的课堂当中使用 我的那些学习中心 字卡图卡游戏 都不是我凭空在这里能憋出来的 就是我去看了很多 其他的老师的教学方案 然后拿为己用 这样你才能够把知识交活 所以我们老师要先做一个反思 我们的课教的好不好 是否有趣 让孩子愿意来听 如果你自己都觉得 我的课好无聊啊 每天就是写本子 或者做练习 也没有什么活动的话 那你就千万不要怪罪在孩子身上 他们不学习 是你 你是孩子 你都不愿意听 我们是大人 他们还是小朋友了 我也期待通过我的频道 能给老师更多的点子 让你们去少走弯路 然后快速的找到孩子的兴趣点 第六点呢 与其说我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优质内容 不如说我在创作这些内容的时候 自己学习到很多 而这个过程是会上瘾的 比如我在做一期视频 它首先是一个点子在我的脑袋里 比如说backward design 那我第二步就要去做很多的大量的research 我要去看文章 Editopia上面 看其他YouTuber的分享 然后结合我自己的教学经历 如何用中文 又简洁又能够准确的跟大家把知识说出去 这个过程真的很艰难 真的很多时候一段素材我要录好多好多遍 所以录制时间两个小时都不算多的 我期待我的视频是有据可依的 就是research based 而不是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而这个过程我自己真的学到非常多 我就期待下一期视频我可以学到更多 然后把更多的内容带给老师们 第七点呢 是我想给老师提供一个shortcut 老师们你们也没有发现 就如果有人在这个点上提醒你一下 你就不用绕那么多圈去想到这个点 而这个就会节省你很多的时间 并且帮你建立信心 我就经历过那个绕了好久好久好久 才会到达那个点的阶段 我一开始进入这所学校的时候 就是教学真的很差 我跟大家分享过那段经历 就至暗时刻 每天回家都想抹眼泪的那种 我就觉得 我毕业于全美最好的教育学院 我经历过internship year 我为什么一到自己独立代班 哇塞 就跟前几年没有经历过一样 我是怎么了 就进入到一种非常自我否定的阶段 但我也非常感谢学校的 他们给我提供各种各样的resource 我明白的一个道理是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真的要靠你自己在日常的教学当中 不断的积累 你才能够达到那些point 所以我期待我的视频 可以给老师一些捷径 你不知道怎么教新加坡数学 我告诉你 你不知道怎么做学习中心 我告诉你 你不知道怎么上写就课 我告诉你 让你有更多的信心 和有更多的机会和知识储备 去在你的日常教学当中去尝试 第八点呢是说给我自己的 我发现我在做博主之后 对自己的要求是越来越高 我一开始时候觉得我是一个老师 所以我只要复杂好我的教学工作 把孩子教好就可以了 现在不 现在我是觉得我是一个roll model 我天哪说这话就是不脸红 我会对自己的要求是 我不光是教师 我还会去做一个教老师 怎么做老师的人 所以我各方面都要做到那个最好 我可以为了一节课 因为我要拍这节课的视频 我就要付出很多很多的努力 那节写作课 我计划就计划了一个小时 写lesson plan 我要教新加坡数学 因为是一次成型的 我没有拍第二次的机会 我必须要保证孩子的注意力 在我身上 他们回答我的问题 所以就在那一节课当中 我会非常的集中注意力 然后期待孩子能够把这个课给上好 所以是YouTuber成就了我这个老师 我期待我能越做越好 第九点呢 就有点personal了 其实我想成为一个可以给别人影响力 和带来正能量 激励别人的人 你可能在镜头前觉得 我肯定非常的drama 很hyper 然后很活泼的一个老师 是因为我没有经历过现实很多的摧残 其实不是的 我经历过很多的至暗时刻 我产后抑郁 被人抛弃 然后单枪匹马 一个人上法庭 这些很多故事 真的一个故事都可以写成一本书 或者连戏剧 所以经历过这些很灰暗 每天就是哭哭哭的生活之后 我突然觉得教师给我的生活带来了一束光 包括现在的这份工作 与我而言它 哎呀 等会儿 与我而言它不是一份简单的工作 是把我从一种像地狱一样的生活里面捞出来了 我经历过这些人生的灰暗 我就更会知道珍惜我现在的生活 并且如何去帮助他人 而我发现了自己这样的能力之后 我真的觉得是神创造的 是神给的 我自己是没有办法有的 我之所以喜欢那个one fab teacher 是我每次通过他那段经文 都能够联想到我自己的人生 我的生活 我期待我可以把教师这一份职业做好 我不希望我越来越不喜欢这份职业 甚至很多老师在做了几年老师之后 就说我再也不想做老师了 孩子太难搞 家长太难搞 学校不理解我们 永远会有这些负面的影响 在不停的影响你 当你很累的时候 孩子不听话的时候 你要用喊的时候 而我期待这个时候 我的视频可以给你一些鼓励 说不定我的某一期视频 在你看到之后 你就觉得你还可以再试一试 还可以再坚持一下 说不定你可以做得更好 第十点呢 是我的一个人生的小愿望 就是如果你看过那期 我的老师报校中文课 最后的时候 我跟孩子们分享的那个愿望 我期待可以做一个 traveller和educator 就是我去世界上的很多地方 旅行 然后在那里做老师 在那里教孩子 然后感受他们的教育理念 通过我的channel 然后分享给全世界的教育者知道 原来日本的教育理念是这样的 芬兰的教育理念是这样的 但是是从一个老师的角度 而不是从学者或者主持人 或者电视节目上面 期待有一天可以实现这个梦想吧 抽奖环节来咯 好 我给老师们准备了15刀的 teachers pay teachers 那个网站的gift card 你可以去买你想要的教学材料 你也可以来关注我的store Lucy loves teaching 同名store 抽奖规则是这样的 请在评论的下方告诉我 一 你想看的视频主题 以防我哪一天 这个脑袋枯竭了之后 可以回来看一看 或者是 你可以说出一个 对你印象很深刻的视频内容 以及你在当中学到了什么 二选一 我会真正把抽奖的过程 然后拍下来 在1月9号的那一期视频当中公布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寒假啦 两周我也会停止更新 给自己放一个舒服的假 期待我们2021年再见 拜拜